音樂音樂 你想要在你場地上面吹出舒服順耳的聲音嗎? 我們今天就來聊聊這件事 好,在場地上面如果要吹出舒服順耳的聲音呢 其實是有幾個要件的 它跟你的嘴型還有氣息控制還有口腔裡頭的狀態 都非常的有關係 所以你這三個部分呢都要搭配得剛剛好呢 你就能夠吹出聽起來順耳的聲音 好,那大部分人會遇到的問題呢 是它的嘴型太扁 然後口腔你的狀態也就是空間很狹小 那它聲音聽起來就會像是這樣 好,你剛剛應該有聽得出來 像這樣子的整個狀態呢 它的聲音聽起來就會很扁 然後高音呢很容易會破音 就是它的聲音聽起來就是 因為其實你口腔沒有留空間給它 所以它聲音聽起來就會很乾筆 好,那或者是呢 有些人呢它的嘴型太大 所以它吹的時候呢 它的氣呢會一直散掉 所以它聽起來就會像是這樣子 聽起來就會像是這樣子 聽起來就會像是這樣子 因為呢你嘴型呢它沒有 你的氣全部都散掉了 所以其實你大部分的氣呢 它沒有進去腸底裡面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讓腸底發出聲音 正確的聲音 它聲音聽起來就是會快閉嘴快閉嘴的感覺 那當你的嘴型太大的時候呢 你也會導致你的氣呢 很快就會泄出去 它沒有辦法被你自己留下來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要為了追求絕對好聽的聲音 去犧牲你在吹腸底的掌控度 也就是說呢 如果呢你很想要有一個很圓潤很厚實的聲音 你可能就會把你的口腔空間放很大 可是你卻忽略了呢 你對嘴型的控制還沒有到 還沒有很到位 所以它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好你有沒有發現呢 聲音聽起來好像很大聲很厚實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有些在細節的地方呢 其實它沒有辦法好好的呈現 因為其實我們在處理很多細節的部分呢 都跟我們的嘴型非常的有關係 所以當你的嘴型控制能力 因為還沒有到很好的時候 你想要追求那個很厚實的聲音 然後故意的去把你的口腔撐開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因為這樣子而失去你的掌控度 再加上呢你很多的肌肉群的控制 其實還沒有到很好 所以這樣演奏起來 你就會變得非常的吃力 那當你吃力的狀態下呢 你要再演奏出讓人聽起來舒服順額的聲音呢 就是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為如果呢你整個身體狀態是很耗能的 你也沒有辦法吹出很讓人舒服的聲音 因為等於呢就是你越演奏 你的身體就越緊繃 還記得我們前面幾堂課有講到 當你身體緊繃的狀態下呢 你要吹出 你要順利的吹出聲音其實是很困難的 這個部分呢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你可以去檢視呢 你現在在演奏上面呢 是不是有些環節出錯了 你就可以去看呢 你是不是常常覺得你演奏起來呢 上氣不接下氣 你可能明明呢 肺活量還不錯 可是卻常常覺得催腸你很喘 那有可能就是你的嘴心的部分出問題了 好所以也就是說呢 不要因為你想要追求絕對好聽的聲音 而心急去跨越過你現在能夠掌控的部分 這些事情呢 你必須要一步一步慢慢的來 不是說口腔裡面的空間大就不好 而是這些部分都要完整的去搭配 你才能夠你既舒服別人聽了也舒服 好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講講呢這三個部分呢 到底我們分別要注意什麼事情 好首先呢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嘴型 還記得我們第一堂課的時候 有教你就是用呼的這個聲音 去找到你的嘴型嗎 好當你呢 一旦呢你已經每次拿起來 你都可以發出聲音之後 就把噗的聲音拿掉 它就會變成像是 有點像是呼 然後你要能夠立刻呢 就找到那個你發出鋪的那個嘴型的位子 好可是呢 有些人他可能已經做到了 然後你也有發出聲音 可是你一直覺得不是很對勁 就是好像吹的時候都會很吃力 這就表示呢 你的嘴巴的洞呢 太大了 像是這樣 你有發現嗎 這嘴巴這邊呢 它的洞就太大了 所以它吹出來的聲音會像這樣 你會發現很虛 好那這樣子要怎麼去練習呢 讓這個嘴型更集中 你可以找一面鏡子 然後站在前面 然後去揣摩你怎麼樣 這樣才可以讓這個洞呢 往中間縮小 然後要注意喔 嘴型集中 並不是一個正圓喔 它其實是有點像一個 橢圓形的形狀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原本呢 你的嘴型是這樣 那你現在呢 只是讓它往中間集中一點 也就是旁邊的那個邊邊角角呢 讓它去掉 像是這樣 那我們去調整我們的嘴型呢 其實運用的都是我們的下嘴唇 我現在直接示範一次呢 從這個嘴型很大 然後到剛剛好的狀態 你要知道我們的長笛呢 它之所以可以發出聲音 就是因為你把氣剛剛好的注入你的長笛 好那找到好的嘴型呢 其實沒有什麼捷徑 最快捷徑其實就是 已經是第一堂課教你的 噗的這個聲音 基本上呢 你用噗 噗 就已經可以找到一個 差不多大小 位子的嘴型 那這個嘴型固定住之後呢 就不要再去壓它 也就是你的上嘴唇這個地方呢 都是持續放鬆的狀態 我們去調整呢 我們去調整呢 我們嘴型的這個大小呢 其實用都是我們下嘴唇的 小小的肌肉去微調而已 上嘴唇基本上呢 它是不動的 就是所以你不要去壓它 好我先吹一個呢 正常的聲音 好如果壓它呢 你上嘴唇用力呢 它就會像這樣 像我以前呢 也都是用我剛剛告訴你的方法呢 就是站在鏡子前面 然後去找到呢 讓嘴型集中的這些肌肉 就是你先用眼睛呢 去看呢 你怎麼樣可以控制它 就是那個嘴型的動縮小 然後把這個感覺記住 好那當你呢 你找到一個不錯的嘴型 固定下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開始練習長音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要分享給你喔 我們在演奏長音 不是為了讓我們的氣變長 而是要增加我們的掌控度 因為長音呢 它是它沒有一堆音群在裡頭 你可以很快的就聽得到 分辨出來你現在的嘴型的狀態 然後練習的時候就是像這樣子 它其實沒有任何捷徑喔 就是這樣簡簡單單的 中文字幕——YK 整个过程呢 这个练习唱音的过程呢 你的气呢 就是持续的再往前走 然后气的量 也尽可能维持在 就是你吹的这段时间呢 都是一样的 音量也是一样 重点是你的嘴型 也要保持住在同样的状态 那你在练习的时候 你在这段时间练习的时候 你都要尽可能 把你的场地拿起来的时候 你的嘴型就可以立刻到尾 那一开始呢 这个尾音的部分呢 你可以直接就这样子 你可以直接断掉 或者是呢 把你的下嘴唇呢 稍微往前推一点点 像这样 接着下嘴唇呢 稍微往前推呢 去把这个动收掉 你会发现呢 我的动作 我的下嘴唇动作呢 其实并没有很大 它就是一点点而已 好了 嘴型的部分讲完了 我们要讲气息的部分 你的气的速度 如果太慢的话 音准就会偏低 气的速度太快的话呢 音准会偏高 所以呢我们要找到一个 气的速度刚刚好的状态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拿出你的调音器来 然后开始吹长音 然后从很小声 然后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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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到最大声 然后呢 再从最大声吹到最小声 那要注意呢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你的调音器的指针呢 都要是刚刚好在它的正中间 有亮绿灯的状态 然后再从大声吹到小声 如果呢 你都可以让指针呢 位在一个 位在正中间的位置呢 就表示你现在气的速度是刚刚好的 然后你在吹吹吹的时候 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在吹小声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吹小声 那其实你吹小声呢 跟你的嘴型的控制有关系 所以呢 你可以回到第一个步骤呢 去做练习 那当你吹到小声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我们刚刚嘴型的部分有讲到的 就是当你吹越小声的时候呢 你的嘴型要慢慢的去缩小 你要用你的这个下嘴唇的部分呢 微调呢 去让它的嘴型 去让你的嘴型缩小 减少它气出来的量 所以它声音就会跟着变小声 好 当你把这个嘴型呢 还有这个气息的部分呢 合并在一起呢 你就会发现呢 你的声音其实在音质上面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了 然后你会发现呢 你在演奏起来也更轻松 然后重点是呢 你藉由这样的练习呢 你会 你会知道 你会找到你声音的弹性 也就是呢 你会知道怎么样是大声 怎么样是小声 然后在练完呢 这个嘴型还有气息的部分呢 接着呢 我要带你们去看呢 怎么样可以让你的声音的颜色更加丰富 还记得呢 在影片一开始的时候有讲到呢 如果呢 你的嘴型太扁 你就加上呢 你口腔里面没有空间的时候 听起来声音就会很扁 对吧 好 所以如果你希望可以吹出呢 稍微圆论一点的声音呢 你的口腔里面就需要有空间 就很像是 如果你希望你的声音是有厚度的话 你的里面的空间呢 会打开 是一样的 如果我讲话的时候里面没有什么空间 听起来就是会 比较很像含在嘴巴里 这一点呢 是在吹管乐器的时候是完全相通的 好那还记得呢 我们第一堂课呢 有讲到你吸气的时候要有一个 的嘴型吗 嘴型 好这个吸气的时候的那个嘴型呢 在你再回去吹长笛的时候 不要立刻就把它变 就是不要立刻收掉 它其实可以维持在一个 你嘴巴里面还有空间的状态 有点像是呢 你嘴巴里面含了一口水的感觉 你会会有点像是这样子 就是你嘴巴里面其实是有空间的 不要不要让你的嘴 嘴巴里面呈现这样 它其实是有点这样子的 或者是呢 你去想呢 你的小舌头往上抬 就很像你要打哈欠的时候 是这样的感觉 往上抬 抬 微微的往上抬就好了 好假设呢 我现在我的口洽里面是没有空间的 是很扁的 声音听起来就像这样 好 如果我希望它的声音圆论一点点 然后我把我的小舌头往上抬 就是上二往上抬的话 它声音听起来会像这样 没有空间的话是这样 好 有空间 然后记住哦 是上二往上抬哦 不是去压你的喉咙 虽然压喉咙呢 好像呢 也可以让声音变后 但是呢 但是呢 它的变后呢 跟我们刚刚上二往上抬的变后是不一样的 就是压喉咙的声音 你会发现压喉咙的声音呢 比较容易会不干净 不是说这样的声音不好 只是在大部分的曲子呢 如果你是去用压喉咙的方式吹的话呢 听起来就会让你家比较有压迫感 就很像你今天用这样子讲话 有没有 我们听起来就是 会有点像是 你好像骂人的感觉 好 我们现在要去把上二往上抬 它虽然呢 都是 这两个都是好像在增加你口腔里面的空间哦 但是其实 呈现出来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用上二往上抬的方式呢 去吹一段旋律 那我现在呢 用压喉咙的方式呢 吹同样一段旋律 你可以听得出来 其实它的颜色不太一样 稍后往上抬的 它的声音听起来会再干净一点点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中间值非常重要 你要中间值呢 它可以让你去应付啊 演奏80%的音乐 那剩下呢 一些比较 听起来特别的声音 不是说就不重要 场地上面有非常多 这个延伸的技巧 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你一开始呢 还没有很高的掌控度之前呢 都会建议你呢 先把中间的地方稳定住 我们再慢慢的往旁边去做延伸 好 所以去找到呢 你口腔里面的空间呢 你可以这么做 先让你的口腔里面完全没有空间 然后再慢慢的呢 把你的上额抬起来 然后找到这个声音之后呢 重新再吹一次 你后面口腔张开的状态 那记得哦 你吹的时候 你要立刻去找到那个感觉 重新复制那个感觉 好 像这样哦 然后重新吹一次 然后重新吹一次 然后下一个音 然后重新吹一次 那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呢 我们刚刚有讲到呢 你口腔里面的空间过大 影响到你嘴型的例子嘛 你在吹的过程当中 都要去能够意识到这样的状态 就是你发现哦 你嘴型的地方好像快跑掉了 那你的口腔的空间就暂时 维持住原本的大小 不要发现哦 我的嘴型已经要失去控制了 然后你还在就是你还想要让你的嘴巴的空间更大 不需要这样子 我们在初期呢 初学学习的时候呢 口腔里面的空间刚刚好就好了 好 所以在分别讲完呢 这个嘴型啊气息还有口腔的状态之后呢 现在来告诉大家就是怎么样整合 把这个东西呢放到你接下来的所有的练习里头 在刚刚的练习里头 你已经找到你气息刚刚好的速度了 那你接下来的练习里面呢 你的这个气的速度呢 都维持在这样子的速度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去想你现在要做非常多的变化 你先把它养成一个习惯 因为这个气息的速度呢 它可以比较好的去控制你的音准 你的音准比较不容易偏低或是偏高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就先让你的气息呢 都很习惯的呢 可以维持在这样的速度下 去吹所有的东西 然后口腔的状态呢 也是刚刚有讲到 就是稍微微抬一下你的上额 所以你口腔里面是有一点点空间的 那你接下来在练习的时候呢 都维持住在这样子的状态去吹奏每一个音 那嘴型的部分呢 它就会比较多一点变化 但是你在一开始也不要把它想的太复杂 你只要知道你的上嘴唇不要去压它 尽可能在每一次的练习里头 你都可以很快速的找到你的嘴型适中的状态 然后你会发现呢 你吹奏更不费力之后呢 再开始慢慢的去把这个尾音啊 收尾音用嘴型用下嘴唇往前 一点点的方式去收尾音的这个部分呢 加进你的练习 那接下来呢 如果你已经觉得 刚刚讲的这些部分呢 你都可以很好去控制它之后呢 你再慢慢的把这个嘴型缩小 去吹小声的部分的这个练习 放到你的曲子里头 但这个部分呢 其实是算是比较进阶的技巧 所以我建议你们都不要心急 最简单的方式呢 就是让所有的这些部分 嘴型、口腔、气息的部分 都维持在一个中间值的位置 当你可以好好找到这个中间值的位置呢 你接下来才有办法去往旁边去扩展嘛 对吧 如果你中间值的位置都找不到一个很快速可以发出声音的方法 的话那你就很难去找到譬如说更大声的声音 或者是更响的声音 或是更原论的声音 一切都需要时间去慢慢的练习 所以千万不要心急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如果以上内容对你们有所帮助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或是分享我的影片 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个持续的进步 以及立刻找出你的问题在哪 对增下药的话 也欢迎加入我的线上教练课程 下方有链接呢 可以看到进一步的讯息 好 那就这样啦 下次见 拜拜